动态的怎么样呢 按下他 因为现在是已经保护状态 所以除非说你把保护拿掉 否则你按下他 他会整个就是bug 他会问你 他针错的话 他会跟你讲这一行有问题 因为他要把这个 这个空置串要放到这个储存盒里面 他放不进去了 ok 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错误讯息 你可以按针错 你不要结束 他会告诉你说你到错在哪里 但是他会给你一些讯息 不过有的时候很多东西看到这个讯息 常常都会有点恐惧 不过各位也不用太刻意去看他 因为有时候他在讯息里面可能不完整 他没有办法百分之把你错在哪里告诉你 所以有时候你还要稍微要靠一点点经验 然后去研判到底错在哪里 ok 那我们一般的话会按一下针错 针错他会黄色字 就告诉你这里有错 那你就要去大概去用逻辑推敲一下 有的时候错通常用逻辑 常常看到就是你逻辑推敲一下 有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错误来 错误在哪里 所以常常这个有时候也是要一些经验值 你不要一下子恐惧看到那个错误 你就是很就马上害怕 其实有时候你错误你可以把它解决 你的VBA程度就慢慢会提升 因为我觉得其实写VBA里面 怎么样除错 也是VBA需要学习的一个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 通常是已经都是ok的 所以可能我也很少讲到 也会有bug的情况 但是对你们来说可能会常常遇到 可是我们上课又没办法说经常 我也不可能故意说弄一个错误出来给你们看 所以这导有时候 不过我发现大部分错都说在打错字 因为你们都打错 因为我不会打错字 所以我不会有那个状况发生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所以有的时候同学问我为什么 我一看就知道你打错字 打对了就ok了 所以很多东西的话我没有遇过 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都很有条理的 把程式写上去 所以我不会遇到那个错误 那为什么你会有错误 因为你可能没有照我那个条理 就是我那个SOP 有没有 其实我写程式就很简单 我就照那个固定流程把它写出来 我会跳着写 我的同学很急照 那反而发生错误 所以我建议有时候你要写程式之间 真的不用急照 而且程式真的也没有几行 你把它写对就ok了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乱try 我发现有东西一直try 然后一直去找Google东西 然后找半天最后还是没有答案 对的话其实一下都ok了 这里的话也是一样 你们可以找找看网路上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资料 不过后来发现Google到好像都是我的 为什么因为真的要有人 在网路上分享才会被Google到 那如果没有人分享你也Google不到 或者说有人分享 但他分享的东西是错误的讯息 你也没办法 ok 或者他分享给你东西 可能是很复杂的东西 你也看不懂 所以我们讲比较简单 那这一题的话 其实道理很简单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的上面 先写一行 跟他讲说 我要把这个取消保护 取消保护的话 你要怎么做 第一个 请你要学一个物件 其实就是shits shits 像刚刚讲shet 对不对 那s就是他哪一个 当然你这边可以跟他讲说第一个 就是目前的第一个 或者是另外一种叙述方法 这个是一种叙述方法 另外一个叙述方法 就是说目前的这一个 那我不要用那个shits哪一个 我可以加一个active 前面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active active的话 就是说目前正在被使用的这一个 其实就游标方这边 这个工作表 然后后面的话 你就是要把它取消保护 取消保护就点 后面有个方法 跟他讲说我要取消保护 取消保护的英文 基本上因为是英 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他会用英文的语法 所以取消保护的话 就什么 UN 保护的话什么 就是protected 意思说 你帮我取消保护一下 但是你要告诉他 因为你按取消保护 其实这个意思就等同你按下他 然后他会跳出说 请输入密码 这个时候你刮符 里面的话给他一个字串 因为这个密码一定是一个字串 你就输入123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那记得呢 在for回圈的 NAS这边的话 记得呢你要怎么样 先取消保护 最后的话要把保护加回去怎么办呢 很简单把这一行复制下来 把UN拿掉 protected就可以了 好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但是如果你现在再去执行他的话 因为你这一行目前是中断的模式 如果你要换再执行他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 他就继续执行 但是他还是错在这里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 这边没有取消保护 所以我教过一个技巧 以后呢 如果你改完了 你可以把这一个中断点 有没有 这边有个箭头对 你可以往上拉 跟他讲说呢 我的程式 请你帮我往上回头两行 意思就是说呢 请你不要执行这一行 你先 OK 特别注意哦 这个模式还蛮好用的 因为如果你发现错 像我的时候写程式 写错了没关系 我再修改一点东西 其实可以改的 改完之后 你要让他重跑 对不对 你不需要 以前是需要停掉 再重来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停掉 重来的话 很简单 你就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箭头往上拉 他就会从这边开始 你再去执行 这一招非常管用 而且这个 这一招书里面 也绝对不会讲 而且书里面 即便想讲 他也不知道怎么叙述 错误 然后他说 请把什么 右边 左边的那个箭头往上拉 那有时候这种叙述 说真的 你写完之后 你也搞不清 这什么意思 我做一次给你看 应该就懂了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 不过我建议 因为我如果执行 他整个就跑完了 我按F8好了 F8是组跑 你会发现马上怎么样 各位看看一下 取消把握不见了 因为就等同你已经取消了 这个时候能不能跑呢 清除 有没有发现清除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清除了 有没有 所以让他全部清光光之后的话 最后的话 请看一下这边保护 我们这一行就又把它保回去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一行 这个地方又保护起来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实际上就是只是加一个NProtector 跟Protector就搞定了 另外当然 目前清除OK 那你如果再算丢公司的话 目前也不OK 为什么 因为他这边没有 所以怎么办 很简单 就把上面怎么样 再把这一行丢到这边开头 这边再加一个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执行任何程序之前 反正一样 先把它保护 先把它取消保护 再输出就OK 最后一样把它Protector 所以目前的话 你会发现也是在保护状态 OK 其他你要修改也不行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要跟VBA做串联的话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一行 就是加上一个NProtector 再加上一个Protector 这样就OK了 但是最后再讲一下 有个地方可能会是问题 什么问题 目前我们执行看看 这样就OK 没有问题 但是 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那个人 他知道说你的VBA 比如说我们VBA里面 假设那个人 可能也学过VBA 然后他可能也知道说 你这边有开发人员 也知道说开发人员里面有Visual Basic 然后他知道说里面有保护 所以他就把什么模组打开来 然后看到他也看得懂 这一行程式的话 那就会有个问题 你的密码是1234 对不对 那他就知道了 不过我想 目前应该比较少人知道 我说如果 因为以后大家 我觉得这个已经慢慢变成风气了 好像你如果不会学一点程式 以后在职场上真的很难混得下去 所以他也知道的话怎么办呢 那你就可能还要再避免他看到东西 所以如果以后 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希望 假如你这边有加一点东西 或者是说还有延伸出去 如果你甚至不希望人家知道 你程式怎么写的话 那你应该要把VBA锁起来 可是VBA 所以延伸第二个问题 如何把VBA锁起来 不要让人家一打开 可以看得到里面的程式 所以如果你要保护 也非常简单 第二个问题 请你打开这个VBA锁起来之后 看到我们上方会有一个VBA锁起来之后 这个前面的地方 按右键 它会有个所谓的什么呢 VBA锁起来之后 VBA锁起来之后 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 你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做一些保护的措施 所以按右键 VBA锁起来之后你可以看到保护 请你把这边打勾一下 加上密码 我一样加1234 这样比较不会忘记 按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 不过呢 如果说你现在进来 当然还可以看到 什么时候会生效呢 请你把这个档案整个关起来 然后按一下储存 特别是有 那个Excel VBA里面 VBA其实是跟着档案储存 所以不用特别储存 你关起来储存 它就存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没有成功呢 打开一下 但一样可以启动 然后它有启动内容把它点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点过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有新人 他按着你这个东西之后 发现你里面有机关 而且看不到东西 他又学过VBA的话 他就会怎么样 想要点进来看一下 这时候他会不会得逞 OK看一下 里面居然不像平常的状况 那你他当时看到加号 他会点对不对 点下去之后的话 这时候就出现密码 那他当然不知道密码了 所以他就乱输入 密码我正确 密码 除非说他要知道密码 才能够看到 你的东西就在模组里面 打开来 看得到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如果你们要做那个 我刚刚讲那个unprotector 特别之后 所以不困难 unprotector 前面多学一个active sheet 目前的工作表 然后呢 他会有密码在里面 所以记得按右键 VBA属性 记得把保护打勾加密码 那未来如果你要取消保护 就把这个打勾取消 密码删掉 再储存就OK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话呢 特别讲到 两个很重要 这跟VBA有关系的 相关的功能 这两个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未来可能你遇到 一些情况 你就没办法解决了 OK 所以 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有设定 你的工作表有保护的话 记得一定要学会用 Active sheet的 点unprotector 跟protector方法 去动态的 把保护取消 跟把保护再加回去 第二个是说 VBA里面的程式 你不希望让 其他的人可以看到 你的程式的话 那里面包含就是有密码的话 那记得在 VBA project的属性 就按右键 加上那个 保护 把密码加上去 以后的话 他只要看到 想要看你的程式的话 那 他就必须输入证据密码 OK 将来特别是 以后如果你VBA 程式写的越多的话 你就要记得 加上密码 为什么 因为这有你的智慧财产权权 在 OK 那其实 如果你会写程式 你就多一个创造能力 因为其实智慧财产权权 我觉得智慧财产 其实慢慢的会越来越是蛮重要的一环 而且其实智慧财产权权 我觉得在目前的职场上面 其实增值的空间非常大 如果你会写一些程式的话 而且你这程式是能够在某一些工作上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的话 这里面是有创造收入的可能性 而且其实之前学过我们这个课程的 有一些你们以前的学长学长学姐 其实也有人出去后面自己就外面自己创业 帮忙做什么呢 就是帮忙用VBA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然后接一些专案 OK 那我有问过他 你这收入怎么样 他说蛮不错的 刚开始可能跟一般的上班族差不多 不过后来慢慢慢慢发现 他的风评越出越好 因为生意都接不完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 不见得说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职场上面 你觉得感觉好像会受制于老板的话 你也许可以 不一定要自己花很多的经费去创业 你也可以类似像他 他开一个工作室其实也没有花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他的延伸性其实还蛮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那个动态的取消保护 就是ActiveShip点NProtector 刮胡双银号1234 然后Protector其实就是把那个NProtector拿掉 就UN就可以了 试一下